今天有朋友问我说,如果要把图片印出来 希望上面有档名,该怎么办? 原本我以为Mac或者是Windows内建都有 结果我去用了一下,发现其实不见得做得到 那我们就需要用额外的软体去做 那我上网查了一下,其实XMView MP其实是做得到的 那大家可以搜寻一下 然后呢,点击之后呢 它其实本身有Mac和Windows的版本 那商用要付钱,个人使用不用 那反而怎么下载啊,这个安装这个大家都会 我就不特别多说 那重点是我们安装完XMView之后 我要找到那个我要印的图片 那在你要印的图片那边按右键 然后选择打印 那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有这个预览图 那这个预览图呢,本身呢是没有那个 档案名称的 所以我们需要到说明这里 它这边有个显示讯息 你点下去之后 它有跨弧file name 意思就是说 它会把file name印出来 那它的位置可能是在上面 那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啊 因为就像写程式一样 你跨弧然后有些什么字 比如说今天我想要印个资料夹啊 你选了之后它就会出现在前面 所以简单讲,我们只要使用这套软体 就可以轻松达成我在印图片的时候 把档案名称或者其他的资讯全部显示出来 方便后续的确认 我现在就会变成了这套软体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了这套软体